请将军移动到任意一侧 开始器械枪 请靠近已被标记的器械 按F键进入一窝峰 能在一定时间内发射出大量的火箭 对集群的无防的敌人造成致命伤害 在发射的过程中能随时调整射击角度 目标完成 看得漂亮 请将军带兵移动到下一区域 进行推动工程器械教学 或者继续试用 请靠近已被标记的器械 按F键火炮能对射程内的敌决和其目标完成 干得漂亮 请移动到下个标记位置处 跟上 是 请将军点击C键 将兵团带至下一个标记点 全员列阵 好 准备阵阵阵阵阵 保持阵阵 使用Ctrl键与工程塔进行交互 命令士兵推动工程塔登上城墙 工程塔 是登上敌军城墙的工程利器 您需要注意敌人对推塔士兵的攻击 当兵团低于一定的人数后 就无法继续推动工程塔 在工程塔架上城墙后 推动工程塔的兵团 会自动登上城墙 请将军和您的兵团 一同登上城墙 请将军点击C键 将兵团带至下一个标记 跟我上 将军上将军 请按下X键 让您的兵团 请靠近一个标记的器械 按F键 进入器械操作 母舰能对远距离的敌军造成非常高的伤害 但是鸟准需要事先预判敌人的位置 然后再发射 对敌人造成目标完成 请靠近已被标记的器械 按F键 进入器械操作 铁杀炮 能对近距离大范围内的敌人造成伤害 但是射程有事 对近距离集群的敌人杀伤极大 目标完成 请按住G键 扑出轮盘 选择回回炮 瞄准目标后 释放按键 尝试对标记目标 进行攻击吧 当您作为攻方的时候 可以使用火灰炮攻击敌方的士兵 器械与城墙向城内旗帜处移动 跟随 誓死如归 进攻 大阁果是 跟我上 等备战斗 吞散攻击 战战战 跟上 是 请将军进入旗帜范围内 夺取敌方旗帜 屏幕下方的进度条 表示当前的夺旗进度 注入旁满 就可以占领旗帜点 当旗帜点内有敌方单位时 会中断夺旗进入